风水里有一度恶真人 出场次数不多 真正的有台词 也只是出场的一次 其他时候只存在于传说之中 当时苏护提示反伤 咒王派崇厚虎去攻打苏护 苏护手下有一度量冠命正伦 多恶真人是正伦的师父 他传授给正伦的俏忠二气 专门吸引魂魄 张贵方的换人落马 同样是针对人的魂魄下手 但张贵方的法术 只是扰乱人的魂魄 而正伦的法术 却是吸人魂魄 假如正伦吸了人的魂魄 不吐出来呢 他再把人的魂魄给炼化了呢 但多恶真人传授给了正伦这样的法术 纵然他自己没有修炼 也说明他了解这样的法术 由此看来 多恶真人算不得好人 但也不能说他是坏人 因为法术都是人在使用 就像一毒攻毒一般 毒并不代表着使用之人的邪恶 有时候也可以救人 可既然精通吸人魂魄这样的法术 那就证明多恶真人想到了这样殷损的招 可见多恶真人不是换人 可以算不得好人 而第二次多恶真人出现在石姬娘娘的口中 李靖是多恶真人的弟子 在西昆文跟着他修道 但李靖无愿先道 于是在石姬娘娘的劝说下 多恶真人派李靖下山 获取人间富贵 石姬是结交弟子 而多恶真人与石姬关系非浅 证明多恶真人是清静结交的 再看多恶真人第三次出场 结交石田群摆下了石绝阵 禅教要破风吼阵 但风吼阵中的风不是凡风 而是地水火风之风 必须有定风珠方能破阵 此时禅教十二经先与燃灯道人都一头雾水 忠为道友约 那里去界定风珠 内有灵宝大法师约 无有一道友 在九顶铁茶山八宝云光洞 多恶真人有定风珠 弟子修术可以借的 一直以来多恶真人都是在西昆文 但现在忽然灵宝大法师 却说在九顶铁茶山 这是不是让人很奇怪 假如多恶真人 便是灵宝大法师口中的道友 那么便是九顶铁茶山 是属于西昆文的一个山峰 多恶真人其实就在这里 就好比珠穆遼马峰 是属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个主峰一样 便是多恶真人有分身之术 一个居住在西昆文 一个就在这九顶铁茶山 灵宝大法师属于禅教 时机娘娘属于结教 他们都与多恶真人关系好 而灵宝大法师所言多恶真人的居住之所 是在九顶铁茶山 却不是在西昆文 证明多恶真人是有分身的 一个分身交好产教 一个分身交好结教 而居住在西昆文的便是多恶真人的本尊 而在后来 散医生去界定风珠时 多恶真人说道 皆是定数 我也不得不允 一个不得不允 代表着道人根本不想结定风珠 因为有外力让他不得不结 假如这道人是多恶真人 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所以多恶真人是一个墙头草 随风摇摆 哪个教派他都结交 而且还都关系不错 多恶真人永远站在中立的道路上 虽然看不惯禅教的所作所略 但他也不去得罪他们 相反的 通过他们还可以去谋划获得最大的利益 比如正伦 死后封身为亨哈尔将中的亨将 而李靖 最后六身成圣为天庭拖沓天王 再来看燃灯道人 他抢走了赵光明的24颗定海珠 于是 他后来便心于世门 24颗定海珠 化为了24珠天 定海珠也同样是燃灯道人的城道至宝 林宝大法师得到了定风珠 然而在使用之后 他并没有把定风珠还给多恶真人 反而是拿着定风珠 投入了西方教 最后定风珠新于世门 林宝大法师也成为了后来的灵级菩萨